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困难的 我们就是挖这几个游戏柜子的 我第一个游戏柜子 我挖的特别准的 是我就 我怎么定义大陆人 一个大陆人 就是土生土长 在大陆的 不管他的护照在哪 这个是今天特别的对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大陆人 可能都是跑到美国去 跑到新加坡 跑到其他国家了 当然他的护照就不管 我们就管他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大陆人 后来我们就做了四年以后 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慈善榜 那收集这些慈善榜的一些信息的 就有比较复杂一点点 收集百副榜的信息的 其实它更多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核查的工作了 我们就是要核对 就是可能在这个地域心 比如说陕西省 他算是拿税比较高的 另外在自己的行业的社会里面 他也是考比较考前的 那你把两个就核对核查 你就是可以拿出一个标准了 刚开始可能我们的没有那么的可学的 也是带了很多的艺术的感觉了 就是比如说江志明去四川 就是跟谁握个手 那就是上了那个人民日报的封面 如果江志明跟当地著名的企业家握过手 那正好是刘永豪 那我们就感觉这个人 我们就写了刘永豪这三个字的 然后就是另外我们发现在农业行业的 它是最大的民营经纪 我们也写下来了 那我们另外访问 我发现那个克林顿来中国的时候 也访问了他 那就说明他也是中国比较认可的一个企业家的 我们也把它写上去了 这样子就是你有几个可对比性的一些数字的 那我们的核查工作就出来了 现在好一些了 你现在上市工资多了 现在我们就是百富邦上有一千 去年有一千三百个人 其中上市工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吧 你可以了解中国的财富有点像个冰山 上面是阳光化的 是比较小的 下面是银杏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冰山下面是远远大于 冰山上面的部分 就是银杏财富的 所以我们就认为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位 我们楼掉两个人 有可能就是找到一位的 阳光部分的财富的 他还有一些阴性财富的 我们是不知道的 也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就基本上 我们认为找到了一个人 楼掉两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百富邦 现在二十个以上的 我们找到了一千三百个人 那就下面就是找不到了 就是两千六百个人 那你可以比较肯定 二十个以上的 就是实际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大概有个四千个人是没问题的 然后银杏富豪可以又分到两个类 一类是占百分之八十是银杏而低调 就是人就是比较低调的 可能我们根本没找到他 但是他不怕什么 还有我们找银杏与吸血鬼 吸血鬼是那些vanpire wealth 他们就是吸血的 就是有个特色的 他们碰到阳光马上撕掉了 但是这些人可能占这些 这些人就占我们银杏财富的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这个样子的 可能是什么政府官员 你就知道他有这笔钱 就是肯定出问题的 有点像什么政府官员 就是戴一个很贵的手表的 一旦看到这个手表 知道肯定是有腐败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认为这个财富是这么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要真正去了解中国的企业 作为政府来看 你就去查谁买了这个豪宅 谁买了这个好车 这也都能按道理应该都能查得出来了 所以如果他肯定不想 不需要用我们这个富豪宝 来去了解中国的民营经济 到底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富豪宝比较有用的 是他就是给你一个参考工具的 你可以观察这个民营经济的发展 比如说十年前 我们上百亿就一个 黄光玉的国美的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上百亿有150个 是看得到的 阳光的 那我们漏掉了最起码两三百个人 那你说中国目前就是又进五百个人 是一百个以上的个人财富 就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 就是能发现这个变化了 从外面看都觉得就是 哎呀完全靠灌起来做起来了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应该尊敬他了 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做过什么 他就是口才比较好 就是能说服人 就是跟着他走了 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中国的企业家 他其实他会互动政府的 所以政府他有一个亏损的企业的 那如果我这企业就给我了 我就把它变成挣钱了 然后也可以纳税 那当地政府肯定很开心的 如果这个企业以前只有 有五百个人的规模的 现在五千个人的规模的 那当地政府很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 这些企业家本来是互动政府的 而可能这是 这个我觉得是 如果从中国里面去了解的 我这个互动性是很有用的 是蛮正面的 我觉得是有带正能量 就是我觉得就不太好的 是以前的房地产商 可能就是为了哪一块土地的 在公开排卖之前 就是只要你跟某某某关系 是坐在一起的 那这个土地就地价买给你了 那这些人是没有受到尊敬的 而且这些人基本上现在 到今天为止 也是还没有受到尊敬的 我们一直在思考 到底我们应该有更多胎子当 在我们榜单上吗 那我们第一次发榜的时候 是荣义人 是当我们首富了 连去两年我记得 对连去两年 然后后来是他儿子的 就是上市以后 他儿子就是中金太夫的 也当过首富几年的 也是一两次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从最早 我们就说我们就不管 不管他说谁 我们把它写进去的 但是现在有一些人 他会特别的主动去找一些 其他人的名字的 就是我们根本没法去找到 这些人的财富的 所以每一次比如说周永康出问题 还是之前博世来出问题的 我在看那些官方的媒体报道的 就是说 还是就是这个人 博世来可能就是 一共有10亿人民币的 是看得到的 还是周永康这次我忘记 但是也没有达到20亿门槛 所以就是从我们看得到的 这些报道的 我们都觉得 其实我们也没有漏掉他们的 因为我们的门槛是20亿的 20亿好不容易的 20亿是一个巨大庞大的数字的 所以如果周永康而我们看的是 薄世来在我们所看到的 广泛媒体的 实际上他多少钱 我没法知道的 我只能看到现在这些广泛媒体的 那他也达不了20亿的 那也就OK了 我们没有漏掉这些人 我记得给我带来一些信心 是当那个铁路部长 就是刘志军 刘志军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看了 高铁这个大量的投资的 但是他个人 他到他个人的 就是不到20亿的 所以连这么高铁 这么大量的投资的 那个人也算是腐败的 也没有达到20亿的 就是在公开场地的 就是我们后来在媒体就看到了 所以你还是得认识到 20亿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数字 如果周永康薄熙来 还包括铁路 铁路那个 周 刘志军 刘志军 也都没达到20亿的 那有可能我们漏掉的人 比你想象的要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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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